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来看一下乔乔如何帮助弟弟啦 我不放弃 作者 杨又欣 贵者 野人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羊羊是低班学生 她的姐姐乔乔是高班学生 每当乔乔做功课的时候 羊羊都会坐在旁边 学着她写写滑滑 她觉得写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这一天 羊羊放学回家 就急不及待地在书包里面拿出一本生字宝 很兴奋地跟妈妈说 我要生字宝啦 我要做功课啦 羊羊坐在书桌前面 开始认真地写字 羊羊写了一阵 她发觉要在方格里面 将字写得整齐 原来一点都不容易的 她写了又拆 拆了又写 写来写去 都还是写不好啊 最后 羊羊在生字宝上面 乱画了几笔 就将它丢在一边 开始玩玩具啦 乱乱 乱看见到 就很奇怪地问啦 咦 你这么快做完功课啦 不是呀 写字好难啊 我不懂写啊 我不写了 羊羊好沮丧地说 这个时候 妈妈从厨房走出来问 羊羊呀 你刚才说什么事情太难了 在方格里面写字咯 那支原笔又不听话 整个都写出界 妈妈就说啦 哦 你想将这些字写在方格里面 但是就没办法做到 所以你好想放弃 对吗 羊羊点点头 于是妈妈和乔乔 一起想办法帮助羊羊啦 乔乔拿了一些印仔出来 说 羊羊呀 我们先完成一个小目标 就是将这些印仔 印在方格里面 羊羊尝试了几次之后 终于成功地将这些印仔 印在方格里面啦 乔乔拿了一张贴纸出来 说 恭喜你完成了第一个目标 这个贴纸送给你啦 跟着 乔乔在每个方格里面画两个点 请羊羊将它们连成一条线 羊羊有时候会将线画出方格外面 但是它并不灰心 它和自己说 下一次要对准一些 羊羊终于完成了所有连线啦 乔乔就说啦 羊羊你做得好好啊 跟着 乔乔又送了张贴纸给羊羊啦 现在羊羊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啦 她对写字都多一些信心 因为她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要为自己定立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事情就会更容易做得到啦 小朋友啊 羊羊一开始觉得写字很有趣 于是就很兴奋去学习 怎料她越写越难就放弃了 最后透过乔乔为她定下小目标 一步一步就做得更好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早早就放弃 要努力试多几次 或者请教其他人 比如看不懂一本故事书 我们可以请教爸爸妈妈 细不好过模型 我们可以逐小部分去完成 再组合在一起 只要愿意不断尝试 就一定会成功的啦 好了故事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和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大家好啊 小朋友啊 你们有没有自己举办过 又或者参加过人家的生日会呢 好朋友在生日会上面一起玩 一起享受美食 肯定好开心好兴奋的啦 不过故事的主人翁 达达家举行的生日会 就因为达达太兴奋 而状况多多啊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啦 我太兴奋 作者 杨又欣 贵者 野人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订阅 去订阅我们Story 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今天是达达的生日 他一早就起了身啦 妈妈就说了 达达 生日快乐啊 今天会有很多人来参加你的生日会 大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达达兴奋得跳起来 接着下来 爸爸和妈妈就忙于预备生日会 妈妈在厨房做饭 而爸爸就在客厅布置场地 这个时候达达见到妈妈捧着一个 刚刚焗好的巧克力蛋糕 她好开心地带着跳起来 而她的姐姐圆圆见到之后 都跑过来一起围着妈妈跳来跳去 哇 蛋糕啊蛋糕啊蛋糕啊 哈哈 好美味啊 突然之间 圆圆的脚踩了一下 撞到妈妈身上 妈妈的衣服就被蛋糕弄髒了一大大 圆圆连忙和妈妈道歉 妈妈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 我没事我没事 厨房这边太危险了 不如这样啊 你们过去帮爸爸布置客厅好吗 圆圆和达达齐声地回答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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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达达和圆圆很高兴地跑到客厅 他们见到爸爸吹了很多个五颜绿色的气球 哇好多气球 哇 哇 达达和圆圆同时高声欢呼起来 他们将所有的气球抛来抛去 还跑到沙发上面追气球 突然 达达将茶几上面的糖果碟 把汤圆推到地上 那些糖果灑到一地都是 那碟还烂了 达达和圆圆连忙向爸爸道歉 爸爸对不住啊 爸爸就说了 那 你们因为太兴奋而制造了很多麻烦 现在你们两个 留在房间里面 自己玩一些安静的游戏 于是达达和圆圆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们搬了两张椅进来 在椅上铺了皮单 建了一座城堡 然后带着玩具熊和洋娃娃 在里面开生日会 过了一阵 妈妈走进来说 生日会就来开始了 你们快点换好衣服 然后帮忙摆好餐具 待会我们一起迎接客人的到来 现在达达和圆圆觉得 又期待又快乐 因为他们知道 不用再等多久 生日会就会开始了 期待期待 好美 小朋友啊 达达和圆圆因为太兴奋 令到生日会的准备工作状况多多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令到我们兴奋的事情 其实都有很多 例如 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公园玩 参加生日会 去露营 参观太空馆等等 不过兴奋就归兴奋 要注意 不要因此动作太大 声音太大 而影响到身边的人 我们可以试下 将这一份兴奋的感觉 细细地分享给 爸爸妈妈 或者好朋友听 也可以写日记 或者画画记录 下来 等自己可以一直记住 这份快乐的感觉 好了 故事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 和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兄弟姐妹 在这里 晋晋的妹妹病了 妈妈为了照顾妹妹 少了时间陪伴晋晋 令到她感到妈妈不再爱自己 究竟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 晋晋去到最后 又会不会理解妈妈呢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订阅 去订阅我们Story 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晋晋今年四岁 她有一个妹妹 到现在就未到一岁 晋晋很爱她妹妹 整天都逗她一起玩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妈妈都会说故事给晋晋听 但是这一晚 晋晋在房间里面 一直都等不到妈妈来 晋晋走出房间 见到妈妈正在陪伴着妹妹 晋晋说 妈妈 你讲故事给我听 妈妈就说了 妹妹她病了 我要照顾她 不空讲故事给你听 嗯 晋晋她好不开心啊 她觉得妈妈现在正是爱妹妹 不爱她了 晋晋拉住妈妈的手说 我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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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 但是妈妈就说了 我现在没有空了 爸爸说故事给你听好吗 晋晋就大哭起来了 嗯 我不要妹妹 我不要爸爸 我只要妈妈 我只要妈妈 这个时候 爸爸很温柔地摸摸晋晋的头 蹲下来跟她说 晋晋啊 爸爸都会好像妈妈一样 那么爱你的 爸爸抱抱你好没有啊 晋晋点点头 嗯 爸爸将晋晋抱回房 然后将她摆在床上面 然后爸爸拿了一本超人故事书出来 对晋晋说 爸爸和晋晋说一个关于超人的故事 好没有啊 晋晋点点头 嗯 晋晋很喜欢爸爸讲的故事 原来啊 爸爸讲故事都很好听的 哇 讲完故事之后 爸爸就问晋晋了 你想不想玩些大哥哥的游戏啊 晋晋就说了 是不是在面皮里面探索的 好啊 于是 爸爸关了房间里面的灯 晋晋和爸爸一起躲在屁窝里面 开始玩探险游戏了 现在晋晋觉得好快乐啊 因为他知道呢 爸爸都好爱他的 而且呢 只有大哥哥 才可以玩探险游戏啊 嘻嘻 小朋友啊 晋晋一开始时 因为妒忌妹妹 而感到好难过 好彩她得到了爸爸的陪伴 并且知道 爸爸妈妈一样那么爱惜她 于是就不再哭闹 享受和爸爸相处的时光了 当爸爸妈妈比较注意 兄弟姐妹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妒忌的哦 因为我们要知道 爸爸妈妈是很爱我们的 只不过是因为兄弟姐妹需要比较多的照顾 所以爸爸妈妈才会分多一些心思和时间给他们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乖乖地自己玩 又或者主动提出帮忙 一家人呢 就会更亲密 更开心啦 好了 故事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 和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大家好 月月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 最近呢 月月的妈妈就经常觉得不舒服 令月月很担心 不过好彩到最后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哦 那究竟中间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啦 我很担心 作者 杨又欣 贵者 野人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有一天 妈妈对月月话 今天下午 妈妈有点小铁出去呀 婆婆会来家陪你 你要听婆婆话的哦 知不知道呀 月月好乖地回答说 知道的啦妈妈 自从那天之后 月月发现妈妈经常生病 每天早上 爸爸带月月上学的时候 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 送她们去到大厦门口 而是在家里 跟她说一声拜拜之后 就回房休息啦 晚上讲故事那时 妈妈也好像很累那样 当爸爸和月月一起玩 爬面起山游戏时 妈妈只是坐在旁边看 没有一起玩 月月好担心地问 妈妈 你是不是病了呀 妈妈笑着回答说 哦 不是 妈妈只是有点累 但是 过了几日之后 妈妈开始连晚饭都吃不下了 有时 甚至要跑去洗手间吐 好像很辛苦那样 月月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日 学校来了一位医生和护士 向同学讲解医护人员的工作 医生就说 病了的时候就要看医生 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就要住医院了 月月她很流心地听 一边听一边在想 幸好妈妈说她不是病了 帮我回家之后 月月发现婆婆来了 但是妈妈不在家 月月就问婆婆 妈妈呢 妈妈呢 妈妈在哪儿呢 婆婆说 妈妈她去了医院了 月月一听完 就哗一声哭了起来 我要妈妈回来 我不要妈妈去医院 婆婆就很疑惑地问 小月月呀 平时妈妈要出去都是婆婆来陪你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妈妈呀 月月就很伤心地说 妈妈说她没有病的 为什么她要留在医院 妈妈会不会死的 婆婆微笑着说 月月你放心 妈妈不是病了 她是有了小宝宝 你快要做姐姐啦 这个时候 妈妈刚刚好回到家 听见月月和婆婆的对话 妈妈告诉月月 是啊 妈妈今天去了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说小宝宝是个男孩 再过一段日子 就会有小弟弟跟你一起玩的啦 这个时候 月月感到又平安又期待 因为她知道原来妈妈不是病了 而且她快要做姐姐啦 小朋友说 月月因为妈妈经常不舒服 感到非常担心 幸好最后发现 妈妈并不是生病 而是就来迎来小弟弟啦 所以她感到安心又期待 当我们担心家人朋友的时候 心里面难过是很自然的 因为这样代表我们非常爱她们 如果我们觉得难受 记住要把这一份感觉 告诉她们或者信任的人听 千万不要忍住 或者不出声 好了 故事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和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大家好啊 小朋友啊 你们有没有试过挂着人啊 太挂着的时候 最后 心里面会有点难受 甚至还会想哭 是不是 今次故事的主人 雍欣欣都有一样的感觉 因为她最爱的爸爸 要出门工作一段日子 一起来看她用什么方法 来排解对爸爸的思念啦 我想念你 作者 杨又欣 贵者 野人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喔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小铃铛 欣欣很爱爸爸 爸爸都很爱欣欣 每天早上 爸爸都会送欣欣去到车站坐校车上学 晚上睡觉之前 爸爸都会讲故事给欣欣听 有一天早上 爸爸说给欣欣听 他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一个星期后才回来 欣欣很不舍得爸爸离开 他紧紧地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放 大哭地说 爸爸不要走啦 妈妈走过来 拉着欣欣的手 安慰她 我知道你不想爸爸离开 但你爸爸都要去工作的喔 欣欣听完之后呢 把爸爸抱得更紧 绝一地说 爸爸我不要你走 我不想晚上回来见你不到啊 我不想又见你不到啊 爸爸抱着欣欣坐在梳化上面 说 哦 原来你怕爸爸不回来啊 爸爸从腹袋里面 拔了一条手筋出来 交给欣欣 接着又说 这样啦 你帮爸爸保管这条手筋 然后等爸爸回来之后 就交给爸爸了 好不好 欣欣破替为笑 说 好啊 当我挂住你的时候 我还可以摸牠 是啊 爸爸都会挂住你的 爸爸好爱你的 那我一定会回来的 知没有 然后 爸爸疼了欣欣 就离开了 过了一阵之后 欣欣就开始挂着爸爸了 他见到妈妈在厨房煮饭 于是走过去 要妈妈抱一抱他 欣欣 你干什么啊 妈妈很温柔地问 妈妈 不知道爸爸他现在怎么办呢 我真的很希望爸爸可以没有走到啊 我很想他现在就回来啊 欣欣边哭边用爸爸的手筋仔抹眼泪 妈妈拿了一本画布 和一盒颜色筆出来 对欣欣说 不如这样啦 从今天开始 你每一天都画下你做了什么事情 吃了什么东西 到时候爸爸回来 给他看 好不好 好啊 我要画一个 欢迎回家的故事 欣欣很高兴地画 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 每当欣欣挂着爸爸的时候 他就会拿起颜色筆 不停地画啊画 他画了食物 又画了玩具 等爸爸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给他看了 爸爸 爸爸终于回来了 我希望有些小朋友 也会有类似的经历 我相信有些小朋友 都有类似的经历 在一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画给对方 或者爸爸妈妈听 千万不要藏在心里面 透过写信 画画 打电话给对方 抒发心心的思念 好了 故事就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 还有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试过发生 油油 今早就发起脾气上来了 因为爸爸妈妈 答应了带他去沙滩玩 不过天有不测之风云 竟然落起雨上来 那究竟最后会怎样呢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 我肯生气 作者 杨又欣 惠者 惹者 野人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订阅 去订阅我们Story 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星期日早上 油油一早就起身了 他的心情很兴奋 因为爸爸妈妈答应了 今天会带他和表仔一家去沙滩玩 他们还会野餐 油油很担心因为下雨去不成沙滩 于是就走过去问爸爸了 爸爸今天我们会去沙滩的吗 是吗 哇 你看 开始下雨了 我们改造下个星期去吧 油油就大叫了 爸爸答应了今天去的 为什么要下雨 我要今天去 我要今天去呀 妈妈听见叫声 从厨房走出来 对着油油说 下雨的话在沙滩玩会冻的 不如我们在家玩吧 油油很生气 他用力把他手上的沙滩玩具 丢到地上 然后就走了回房大声哭 我不理呀 我不想要在家 我要去沙滩 又有一路哭 一路哭 他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爸爸妈妈 没有好像平时一样来哄他 门钟突然响起来 门钟突然响起来 油油停了没哭 走出房间看看 哦 原来是表姐家来了 表姐就对油油说了 油油啊 今天突然之间下雨 我们去不到沙滩玩 真是好素兴啊 不如在家玩野餐游戏 好吗 好啊 好啊 油油马上拿出他的游戏地毡 然后放好野餐的用具 妈妈就拿了很多美味的食物 有面包啦 蛋糕 香肠 还有果汁和三文字 大家坐在地毯上面一路吃 一路聊天 十分之开心 这个时候呢 油油感觉到既平静又快乐 他不再因为不能去沙滩而生气了 他真正想要的呢 其实是和家人一起做很多好玩的事情 小朋友啊 油油一开始因为去不到沙滩 所以好生气 好不开心 在这里大吵大闹 最后呢 一家人在家里玩野餐游戏 令到他开心回 知道自己其实是想和家人一起做有趣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些 不合我们心意的事情 或者令到我们失望的事情 例如呢 爸爸妈妈突然之间不得闲 带不到我们出去玩 又或者朋友答应我们的事情 没办法做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大吵大闹了 反而呢 就要想一下 啊 除了出去玩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家里做些什么 例如去不到图书馆的话 我们可以在家里看书 画画 去不到公园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家里玩植木 玩泥膠等等 如果去不到朋友家里玩的呢 我们可以邀请朋友来我们家里玩的哦 遇到问题的时候 总会有多过一个解决方法的 好了 故事就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赞好 和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啊 小朋友啊 你们有没有自己一间房的 自己睡觉的时候 又会不会很害怕呢 飞飞呢 终于拥有自己的房间了 本身她就很开心的 但是后来 好像发生了些事 令到她很害怕啊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起来听下以下的故事啦 我肯害怕 作者 杨又欣 潜者 野人 在故事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画面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Subscribe 去订阅我们Story Corner的频道 记住要按旁边的小铃铛哦 当有新故事发布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飞飞今年四岁啦 妈妈说她大过了 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和小床 这一日夜晚 爸爸妈妈和飞飞说完故事之后 就关灯回回自己的房间去 无奈 飞飞发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她梦见有一只怪兽 拉大嘴 露出尖尖的牙齿 想要把它吃掉啊 跳哭 飞飞坐在床上大哭开来 爸爸妈妈听到哭声之后 赶忙过到尼飞飞房间 哎呀老公姑哥 Architecture Daar何事啊 ib me room 妈妈只能够造成智老小 我不想一个人份 这裏有怪物啊 乖乖乖 菲菲不要哭 菲菲不用怕 爸爸妈妈在陪伴你 菲菲睡在妈妈的怀里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晚半夜 菲菲又从梦中惊醒过来了 救命啊 我家房里面有怪物了 这鬼女床底下都有 很多人的 她一边叫一边跑到 爸爸妈妈的房间 爸爸就问菲菲了 嗯 那些怪物是不是有大大的嘴巴 尖尖的牙齿的 菲菲不睁大只眼 连连点头的说 嗯嗯 爸爸 你怎么知道的 是有的 爸爸就说了 爸爸 小时候都见过怪物的哦 那你们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赶走他们啊 菲菲想起故事书里面 说超人会打怪物 嗯 是勇敢的超人哦 于是 爸爸帮菲菲披上小披肩 接着拉着她的手说 嗯 勇敢的超人 我们一起去找怪物啦 菲菲和爸爸一起回到自己的房间 菲菲深呼吸了一下 帮自己壮壮胆 然后菲菲和爸爸一起打开衣柜 一齐爬落床下面 一齐翻开窗簾 哎呦 奇怪了 怪物竟然不见了哦 菲菲就好高兴地说了哦 哈哈哈哈 怪物一定是怕了我們,所以逃走了 我是勇敢的超人 現在,菲菲覺得自己很勇敢 她不再怕一個人睡覺了 每一晚,她都生氣她的超人小披肩 睡得好軟好軟 小朋友,菲菲自從一個人睡覺之後 就經常夢見怪物 嚇到她從夢中驚醒過來 幸好後來得到了爸爸媽媽的幫忙 才可以勇敢地自己一個人睡覺 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很容易就會遇到一些令我們害怕的東西 比如說黑暗 或者是一些動物 又或者是很害怕一個人去洗手間等等 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要找我們信任的人幫忙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我們這個感受 告訴爸爸媽媽或者我們的親戚朋友聽 他們就會幫忙我們想辦法解決這個憂慮 還有我們自己也要嘗試去克服可怕的東西 這樣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勇敢的人了 好了,故事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 歡迎讚好和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試過被人取笑 被人取笑的感覺一定很差很難受的了 是不是呢 晴晴最近在學校就被同學取笑 令到她好不開心 究竟她會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呢 一起來聽下以下的故事啦 我肯難過 作者 楊又欣 潰者 野人 在故事開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畫面右下角的訂閱 或者訂閱 去訂閱我們Story Corner的頻道 記得要按旁邊的小鈴鐺喔 當有新故事發布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的啦 晴晴和瑩是一對好朋友 他們每天都在學校裏面一起學習 一起遊戲 一起遊戲 真是好開心的 這一日早上 爸爸送晴晴回學的時候 在學校門口 遇見瑩瑩和她的媽媽 爸爸就跟晴晴講啦 咦 看看 瑩瑩在那裡 你過去跟她打招呼吧 但是晴晴竟然拉著爸爸的手 不願意走過去喔 爸爸就問晴晴啦 發生什麼事呀 晴晴哭著這樣說 我不要跟瑩瑩一起玩啦 她笑我是臭臭人啦 原來昨天上美爐堂的時候 晴晴放了一部氣 剛巧就被瑩瑩聽到了 瑩瑩就笑著跟晴晴講啦 好臭喔好臭喔 你是臭臭人 晴晴她好不開心啊 她哭著說 我不是呀 我不是呀 瑩瑩繼續說 你是呀你是呀 你是臭臭人 其他同學聽見 都一起帶笑起你 哈哈哈 臭臭人 好臭啊 臭死人啊 晴晴晴就好傷心地一個人走開了 爸爸聽見之後 蹦下來摸摸晴晴的頭說 喔原來是這樣 難怪你這麼傷心啦 晴晴就說啦 我以後都不要跟瑩瑩玩啦 爸爸跟著就問啦 你是不想跟瑩瑩一起玩啦 還是不喜歡她叫你臭臭人呢 晴晴想了想就說啦 嗯 如果她不叫我臭臭人的話 我都會想跟她一起玩的 爸爸就說啦 嗯 那我們想一想 怎樣讓瑩瑩知道 你不喜歡她這樣叫你呢 就在這個時候 瑩瑩走去晴晴那裡 對她說 晴晴呀 媽媽跟我說 我昨天叫你臭臭人 會令到你好難過 真的好對不起呀 你可不可以原諒我呀 晴晴很開心地拉起瑩瑩的手說 當然可以啦 我們是好朋友來的 現在晴晴感覺到好快樂 因為瑩瑩不再叫她做臭臭人了 她們又可以一起好開心地玩 小朋友啊 晴晴被她的好朋友瑩瑩取笑 覺得好難過 不過去到最後 瑩瑩知道自己不對 於是向晴晴道歉 她們兩個呢 最後都是做回好朋友 好開心地一起玩 小朋友啊 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又或者在學校裡被同學取笑 相信呢 感覺非常難受 會令到我們想哭 那哭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將這件事和這份感覺 告訴我們的爸爸媽媽 繼而再說回取笑我們的人聽 讓他們知道原來取笑別人 會令到對方很難受的 千萬不要收買這份感覺 必須要說出來 才可以解決問題的 好了故事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 歡迎讚好 還有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最近小青蛙遇到一些問題 無論什麼事 她都做得不太順利 所以心情就不太好 青蛙媽媽於是教了她一個方法 不知道能不能夠幫到小青蛙呢 一起來聽下以下的故事啦 小青蛙愛靜作 作者 嚴吾禪夏 繪姐 Kiki Wong 在故事開始之前 大家可以按畫面右下角的訂閱 或者Subscribe 去訂閱我們Story Corner的頻道 記住要按旁邊的小鈴鐺喔 當有新故事發佈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的啦 小青蛙生長在池塘邊 是一隻有趣的小動物 牠出水能跳 入水能游 還有天生一副好歌喉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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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唱 小青蛙好喜歡動 一刻都停不下來 牠最喜歡的就是跳高捉小蟲子吃了 這個時候 一隻小蟲子從牠的頭上飛過 牠立即伸出長長的後腿 輕輕一停 將身體撲上半空 伸出長長的舌頭 要將小蟲子捲入嘴巴裡 但是 小蟲子伸手問節 飛走了 小青蛙撲了個胸 好不開心 好壯的小蟲子 我一定要捉住牠們 全部吞進肚子 池塘周邊的蟲子很多 小青蛙不知道要捉住哪一隻 它東泡泡 西泡泡 毫無目的地亂跳 結果 一隻蟲子都沒有捉到 而且肚子越來越餓 好壯好壯啊 小青蛙生氣 牠生氣得快要爆炸了 小青蛙 一聲跳入池塘裡 牠想捉小魚吃 牠在水裡搏來搏去 一陣游向東 一陣游向西 魚兒見到牠 全部都躲起來 結果 一條小魚都捉不到 好啊 小青蛙生氣得極 肚子也越來越餓 牠終於忍不住大聲哭起來 傷心地說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我笨嘩 我笨嘩 我為什麼這麼笨嘩 小青蛙回到家找媽媽 她哭著問 媽媽 我捉不到小蟲子 又捉不到小魚兒 我是不是一隻蠢青蛙 媽媽安慰牠說 我的好孩子 你一點都不蠢 你先安靜坐下來 好不好 小青蛙好心急地說 嘩嘩嘩嘩 但是 我不懂得怎麼安靜下來 媽媽就說了 嘩嘩嘩 嘩嘩 慢慢來 不用急 看著我做 我跟你一起做 然後 媽媽就把小青蛙 帶到一塊大蓮葉上 只見媽媽瞇雙眼 靜靜地 動都不動 坐在蓮葉上 小青蛙 小青蛙立即安靜下來 盤起雙腿 瞇了雙眼 動都不動 在媽媽身旁坐下來 遲堂很安靜 小青蛙用耳朵細心聆聽 牠聽到小蟲子 在牠頭上飛過的嗡嗡聲 牠聽到小鱼兒在蓮葉下游過的碎碎聲 牠聽到其他青蛙的骨骨叫聲 牠又聽到風吹過樹葉的聲音 雲飄過天空的聲音 真的好聽的聲音了 為什麼我以前沒有聽過的? 小青蛙心裡想 青蛙媽媽對小青蛙說 現在我們一起呼吸 要用心去感受呼吸 來,開始 吸氣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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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蛙挺直背 靜靜地坐好 跟著媽媽一起呼吸 吸氣 呼吸 吸氣 呼吸 呼吸 牠聽著自己一上一下的呼吸聲 牠把手貼近鼻孔 感受到從鼻孔呼出來的細微暖氣 媽媽小聲地說 小青蛙,摸摸你的肚子 小青蛙用手輕輕按著肚皮 真的奇怪 原來肚皮會跟著呼吸 一上一下地動 小青蛙覺得好可愛 於是一直玩下去 小青蛙高興地跟媽媽說 我很喜歡這樣安靜坐好 一上一下地呼吸 過了好一陣 小青蛙的身體變得軟軟的 鬆鬆的 輕輕的 好像一團棉花糖 牠心裡很舒服 好像浮在平靜的水面上 非常舒暢 牠很喜歡這種安寧的感覺 慢慢地 牠專心地一上一下地呼吸 媽媽高興地跟小青蛙說 你要日日練習 慢慢就會變得聰明起來了 聽到你以前聽不到的聲音 看見你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做到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這個 小青蛙有點不相信媽媽的話 真的 因為你學姓安靜之後 你就會變得更聰明 媽媽微笑著回答 每日一大清早 小青蛙就來到池塘邊 牠在一塊大石上練習靜坐 牠閉上雙眼 專心地呼吸 一隻小烏龜從水裡伸出頭來 叫了小青蛙 小青蛙沒有睜開眼睛 牠依然動都不動地坐好 牠跟自己說 我不會因為小烏龜叫我而不專心的 一隻小蟲子在牠面前飛過 小青蛙沒有睜開眼睛 牠依然動都不動地坐好 牠告訴自己 我不會因為一隻小飛蟲而不專心的 小青蛙學識了安靜了 安靜使牠能夠專心學習 牠每日專心練習跳高和游泳 成為了青蛙族群中的高手 大家都請牠做小老師 小青蛙好快樂 高興的時候就滑滑地唱歌 滑滑滑 滑滑滑滑 小朋友說 青蛙媽媽教小青蛙的方法 原來是要多靜坐 多冥想 讓自己學會安靜 平心靜氣 小青蛙從此做到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還能夠專心學習 學會了各種技能 大家不妨試一下這個方法 令自己靜下心 相信我們會慢慢變得更聰明 成為一個更強更厲害的自己 好了故事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 歡迎讚好和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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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